关注大马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您好 我是杨怡婷 首先来关注新闻焦点 交通部长陆兆福说 该部严正看待巴士插座夺命事件 并已指示当局立即冻结 涉事巴士的运营 以便展开进一步调查 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承诺 将在第十三大马计划推出之前 全面完成自2016年至2022年延误的 24个沙拉越乡村部项目 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海尔空气污染指数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可接受水平的80多倍 创当地历史新高 首相乃德斯兰娜将从4号起至7号到中国展开为期四天的工作访问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之邀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或简称为进博会 外交部发文告指出 大马将担任这一届进博会的主兵国 而首相安罗将在外交部长达德斯里莫玛哈萨 投资贸易级工业部长登顾扎夫以及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的陪同下出访 文告说 首相安罗娜将在上海与李强举行双边会议 探讨双边关系 延续他们今年6月19号在部城会面的讨论 并就关乎共同利益的区域和国际课题进行交流 进博会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意 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提供一个向中国推广和出口商品与服务的平台 外交部透露 首相安罗娜将在进博会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讲 为马来西亚掌管和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掌管主持开幕 包括会晤企业代表以及与中国工商业翘楚举行圆桌会议 接下来他在6号和7号访问北京 并礼貌拜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适逢今年庆祝马中建交50周年 手下暖这一次的行程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双边关系 针对以巴士插座夺命的事件 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该部将严正看待 并已经指示陆路交通机构立即冻结设施巴士的运营 以便陆路交通局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陆兆福在脸书发文说 由陆路交通局 陆路公共交通机构和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 组成的特别工作小组也将启动 以调查这起事件发生的原因 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保障乘客安全 上个星期五 一名18岁的男子 在槟城中环广场巴士站的一辆双层巴士上 使用巴士插座为手机充电时触电身亡引发关注 根据解剖报告显示 死者是触电身亡 身上并没有其他伤势 同时警方也排除了刑事因素 另外 陆兆福也在脸书贴文中 向受害者家属表示哀悼 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承诺 自2016年至2022年 延误的24个沙拉月乡村部项目将优先处理 并会在第13大马计划推出之前全面完成 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达德斯里·阿曼·扎西说 完成这些项目需要大约14亿令吉拨款 当中包括修复心灵纯洁计划下的道路 以及已经损坏的木桶道路 他表示修复木桶道路估计耗资8500万令吉 预计今年完工 阿玛紗希是在古晋举行的 沙拉越州发展项目实施汇报会后 向媒体发表这一番谈话 较早前他月听取 州内实施乡村部项目的最新进展 包括乡村道路 桥梁 供水和供电项目 生活成本增加 无疑是人民最关注的问题 为此政府明年将通过 磁民伞等其他计划 帮助人民减轻经济负担 截至10月 吉达州通过 昌明大马慈敏促销活动 成功累计超过700万令吉销售额 让消费者以最优惠的价格购买产品 首相兼财政部长的德斯利·安诺尔 在2025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 政府明年将拨款10亿令吉 帮助人民减轻生活成本负担 其中的7亿令吉将用于多项 举行降低生活成本的活动 包括与超市 批发市场 杂货店 农业市集 合作社展开合作 另外 政府将磁民散计划的拨款金额 将从原本的两亿令吉增加至三亿令吉 这项计划成功为人民省下不少生活费 为了响应卫生部推出的聚堂运动 从上个月1号起 含糖食品和饮料 从昌明慈敏促销活动的 货折扣价格物品列单中被剔除 这是为了减少国人的糖分摄取量 同时减低患上疾病的危险 RTM采访报道 在森美兰州政府与涉嫌机构的通力合作下 截至上个月15号 该州超过6500个职位空缺 已经成功填补 森美兰州行政议员 SV Rabban表示 这是一项令人自豪的成就 不过仍然有一些方面需要改进 此外他也说 州政府将继续实施包括技职教育在内的市场化 以及技能培训计划以满足行业的需求 国家机查局通过昌明领养村计划 在拼以珠拉绿甘榜展开的10项提升项目 已经在上个月完成 国家总机查司达杜湾·苏拉亚说 这些提升项目包括建造学校礼堂 安装太阳能电灯 提升清真寺、商业空间 五人制足球场、游乐场和排水系统等公共设施 瓦罗亚是在出席该局 在昌明领养村计划下展开的活动上 发表这番谈话 他也希望包括国家机构在内的各方 尽可能承担起维护和爱护设施的责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正在等待受害者的医药报告出炉 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警方传照的16人包括受害者 军事训练学院职员 事件目击者以及治疗受害者的医疗人员 现阶段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24 执危险武器商人条文 开档调查 上个月22号 一名20岁的学员军官声称在国防大学宿舍遭到学长用热运斗虐待 导致胸部留下烧伤的痕迹 这也是继7年后国防大学再次传出霸凌的事件 日前警方普通行动部队位于吉兰丹州到北线肝榜劳务展开突击行动 成功起获21万6千颗马丸 价值约324万令吉 两名嫌犯发现警方后立即丢下物品逃跑 侥幸躲过追捕 普通行动部队东南区指挥官达德尼洛斯阿赛表示 该部队是在2号晚上10点左右接获第八营成员的消息后 展开这项红院獠牙行动 在追查毒品走私活动时 该部队成员在河边发现两名行为可疑的男子 两人发现队员后立即匆忙逃跑 部队成员进行调查时发现数个箱子 里面装有21万6千颗马丸 估计重量超过25公斤 初步相信嫌犯是从泰国走私入境 目前所有被冲供物品被扣押 在道北景区总部毒品犯罪调查部 同时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39条B款条文调查此案 在柔佛新山引起关注的商人殴打孕期至昏迷案 原定3号进行审讯 不过由于男被告呼吸急促被送往医院治疗而缺庭 案件展延至12月9号下判 被告辩护律师Mohama Saleh在庭上指出 他接获当事人妻子的通知 指当事人呼吸急促送孕治疗无法出庭 他也向法庭呈交被告的入院信 病房和床位号码证明 根据报道 被告被控于2021年5月4号清晨6点左右 在其位于新山拉庆肝榜阿曼的组屋单位 对第三任正怀孕前妻拳打脚踢 打伤妻子头部脸部棘手 甚至用将妻子踩在地上 造成妻子身受重伤 据了解受害者当时怀有身孕 被送往新山中央医院急诊室救治 幸在同年11月成功剖腹生产 被告在事发后被警方逮捕 并于2021年6月17号被提控上庭 当时被告并不认罪 在去年3月 受害人家属成功透过森美兰宗教法庭 裁定受害人与被告的婚姻无效 换个焦点 2024年大马跳水公开赛2号开始 连续三天在吉隆坡 五级加利尔国家水上中心进行 现年31岁的我国跳水名将 Dato Pandilera 在女子个人10米跳台比赛 以252.8的总分成绩摘下金牌 与此同时 日本选手山崎嘉莲 则以218.3分的总成绩 拿下女子个人10米跳台比赛的银牌 新加坡14岁小将尤凯斯 则以208.1分的总成绩收获铜牌 日前代表我国出战男子个人3米 跳板决赛的黄茨良不幸意外受伤 导致无法完成赛事 目前在医院接收CT扫描之后 结果显示一切正常 伤势并无大碍 较早前大马游泳总会 秘书刘希申透露 黄茨良是在第二跳的时候 出现失衡 因此头部不幸撞到跳板 我们希望他不太均衡 也不太均衡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 如果从我听说他有保险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从自己的心理 和从自己的证据 从自己的证据 我们必须要保险 我们必须要保险 事故发生之后 现场救生员迅速将黄茨良 从泳池中救出 他在接受救护人员的治疗后 随即被抬上担架 并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 想在新闻电视台 找到属于您的角色 成为我们的议员吗 RTM新闻中文组 正在为新闻及时事节目 招聘记者与编辑 只要您拥有大专学历 精通三语 并且关注国内外时事 其对新闻业充满热忱 符合资格及有兴趣者 欢迎将您的履历 通过电影方式发送至 BTV Mandarin at rtm.glv.my 我们等待您的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际关系方面 大马选择保持中立 无疑是维持与大国良好关系的最佳外交政策 马拉公立大学教授 Norun Erwandi表示 这项政策的核心在于 承认独立主权国家 不干涉他国内政 在冲突中 不拼判任何一方 他是在担任本台节目 早安马来西亚的嘉宾时 这么表示 首相达德斯兰娜曾表示 大马与西方以及东方国家 之间采取平衡外交政策 并不会采取任何被视为 有挑衅的立场 邻国印尼首都雅加达东部城市 物家四市 一家食用油工厂一号发生大火 造成至少9人死亡 4人受伤 东河印尼媒体报道 消防部负责人库尼·安托指出 有9人在火灾中身亡 至于受伤的工人 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 当地检灾机构负责人托索表示 在4名伤者中 有一名是消防员 火灾于当天清晨6点30分发生 物家四市警方指出 失火的是一家生产食用油 和动物饲料的工厂 当局出动了20多辆消防车 以及上百名消防员参与救援工作 消防部门指出 由于该工厂有大量的易燃物品 这给救援工作造成了不少的挑战 另外印尼警方表示 已经开始调查起火的原因 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海尔 星期六的空气污染指数 飙升至历史新高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 可接受水平的80多倍 法新社报道 拉海尔的空气质量指数峰值 在2号上午9点30分 达到1067峰值 然后下降到300左右 连日来拉海尔一直笼罩在雾霾之中 这些雾霾由低品质柴油烟雾 季节性农业焚烧和冬季降温 产生的烟雾和污染物混合而成 地方环保局上个星期三宣布 对全市四个热点实施新的限制措施 当中包括配备污染性 二冲引擎的嘟嘟车被禁止上路 同时没有备有过滤器烧烤的餐厅 也被禁止营业 从4号开始 政府机关和私人企业 将有一半员工在家工作 当地的建筑工程已经停止 经常用明火做饭的街头摊饭 和食品摊饭都必须在晚上八点关门 日本九州北部地区 受到台风康尼减弱的低气压 及封面影响 部分地区24小时的降雨量 已经超过往年一整个月的两倍 往来广岛站与博多站的山羊新干线 也因此暂时停止运作 日本方送协会报道 截至星期六 上午九点的累计降雨量 左鹤县一万里市多达296.5毫米 山口县周南市和田地区 也有261毫米 双上超过当地往年 11月一整个月雨量的两倍 不仅如此 九州 中国及经济地方 共有127处观测点 创当地11月统计史上新高记录 JRC日本公司表示 山羊新干线受到大雨影响 2号上午9点起 往来新大阪站及博多站的双向列车 依序停驶 日本气象厅表示 由台风康尼减弱的低气压 及封面引入非常暖湿空气 造成以西日本为中心的地区出现降雨 根据观测长崎县星期六凌晨出现 线状降水带为当地带来猛烈的雨势 气象厅预测封面到晚间将向东部移动 降雨阔及西日本以及东日本多数地区 可能为当地带来相当激烈的降雨 另一边乡 西班牙东南部日前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增至211人死亡 大部分死者来自重灾区瓦伦西亚省 另外有数十人仍然下落不明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2号指出 该国东南部严重洪灾 已经导致211人死亡 政府将增派1万名军人和警察 前往灾区救援 他表示西班牙遭遇的本次洪灾 是欧洲本世纪以来致死人数第二多的洪灾 政府应重灾区巴伦西亚自治区官员请求 将增派5000名军人前往灾区救援 同时还将另派500名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人员前往灾区 受地中海强风暴影响 西班牙自上个月29号起降下暴雨 引发严重洪灾 洪水所到之处桥梁垮塌 车辆轻浮农田被淹 村庄被淤泥覆盖 据多家媒体报道 这是该国数十年来致死人数最多的洪灾 美国军方当地时间星期六指出 美国B-52轰炸机已经抵达西亚 华盛顿在此前一天宣布了其部署 以作为向伊朗的警告 美军负责西亚以及周边国家指挥的美国中央司令部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来自北达科他州 麦诺特空军基地第五轰炸连队的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 抵达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域 美国星期五晚间宣布派遣轰炸机 战斗机和空中加油机与弹道导弹防御驱逐舰到西亚 五角大厦发言人赖德少将 在一份关于这次部署的声明中说 如果伊朗其合作伙伴或其代理人 利用此时针对在该地区的美国人员或利益 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该国的人民 以色列在10月26号发动对伊朗的攻击 袭击了军事基础设施 同时避开了关键盒子和石油地点 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已经誓言 德黑兰将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进行报复 为了促进与媒体的交流与联系 由皇家空军轮值举办的2024年国防部媒体日 吸引56名来自21家本地媒体机构的从业员 包括本台记者也收邀参与 在这项别开生命的活动中 参与者将体验一天的军人生活 并由军官给予最基本的军事训练 虽然只是短短一天的军人杖杆体验 但已经足以考验媒体从业员的圣上限速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2024年的国防部与媒体日 在雪兰俄州诸格拉空军基地举办 这项活动旨在让参与的新闻从业员 接触武器装备和求生技能 特别是面临体力和心理挑战的时候 而他们也会从中体验到 24小时的军人生活 在这些设计时,我们能够训练 我们能够训练我们的媒体 为成为了战争的战争 所以,如果有任何活动 如果媒体像这些媒体像这些媒体 如果媒体像这些媒体像这些媒体的媒体 就选择了 作为了练习在战争的战争 所以,她知道什么她要做 所以,她没有任何活动 所以,那样的活动 参与者进行的活动 包括参与延省下降训练 跨越障碍训练 盼登珠格拉山 站地吹市 以及设计比赛 星期台 MP3 星期台北semp4 24回40 2日 1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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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 8日 5日 6日 5日 6日 5日 7日 5日 7日 75日 100日 1日 9日 7日 6日 7日 这一件事是一件好事 因为没有所有人能够用选择 我也没有选择用选择M4 但当时被给予选择 我们尝试做 但当时我们不懂 当时被选择就必须 所以好像 他们能够用选择 我们尝试新的一件事 24小时的军人生活 对参与国防部 与媒体日的新闻从业员 虽然急剧挑战 但是也收获了宝贵的人生经验 因为他们不仅从中 接触到军事知识 还深刻体会到 军人在捍卫国家利益 保卫人民安全的坚韧精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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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出品尧 订阅 订阅 转发 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